我们收到机器的时候是三个部分 一个是主机部分 然后这里是收料部分 这个是放料部分 然后收到之后 然后我们这样子大概摆放是这样 收料部分记得是长那样子 放料部分它是有个盒子的放转的 然后之后我们把气接起来 气管通过来 在这边有个插口直接插上去就OK 好 然后我们接电 把收料机这个地方 航空插头 那边有挤心的 那个心对好 插上去 卷紧就好了 然后再把换卷这边 贴起来 同样的也是一个航空插头 然后插头 直接插到你们用的电源的排擦上面就可以了 这样插好之后 然后开机 打开机器的电源开关 然后开始启动 启动之后 然后界面出现 出现这个界面 出现这个界面 我们现在是大概只要选择二号 对 现在已经是二号 大概只要选择二号 然后开始启动 按启动按钮 雷至关门 就会更好 这样子 一项 再来 雷至关门 一项 开 很久 现在 开 第三个 大概就是二号牌 这里是八个 速度还可以再调吧 调快一点 这里有一个中英文贴放的 基本上里面的叉速都已经调好了 这是泡水 这是很好的成型 米苏 鸡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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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昨天我们这个页面要调到的 那个页面好像不用去调了 对不对 今天这个页面就好了 你们都已经调好了 对不对 今天2号就好了 对吧 现在刚开始之前刚开始是五十八个 五十八个 现在已经到七十六个 现在生气的话 已经是一分钟七十六个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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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个是73个 刚开机的时候要记得要按 73个 刚开机的时候要按 73个 刚开机的时候要按 73个 每个社长